2022亚太金合会 APAC顺利落幕 台湾APAC秉秀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第六度代表参加 张忠谋也在国际记者会上表示 此心跟过半领袖交换预见 成果相当圆满 他也在会中大方分享 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商鞭会谈 他是对于这个经验是特别有兴趣 是跟我表示 他非常欢迎台积电 在AVSO正常 美国副总 和林一与次表示 他非常高兴见到我们 也有很多别的话 他重申了 所以美国对台湾的 这种帮助台湾的决心 代表台湾参加APAC双部长会议的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透露 与各国部长交流时 他们都希望在半导体方面 多与台湾交流学习 COVID-19疫情爆发以来 供应链历经锻炼危机与重整 改写全球震惊版图 而晶片在地缘政治催化下 使得台湾在地缘政治 以及科技产业的关键角色被凸显 站在全球风头浪尖上的台湾 透过实体会议场合 与亚太领袖伙伴交流 对焦彼此需求 也更确定异后经济格局